12月17日终于和任嘉伦第二张音乐专辑33见面了 如果说第一张专辑是任嘉伦音乐版图的开篇立章 那么33就是他通往音乐无限之路的进阶 以33为始通往音乐之路不设限不盲从 不被定义的33诠释了他已经到底的人生态度 还有他坚持所爱的步履从未停止 老子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任嘉伦从默默无闻展露头角 再到被大众熟知他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和坚持 小编对他了解到喜欢 是通过演员这个角色他在锦衣之下中的精彩表现 让小编对他念念不忘 随后才对他进行了格外的关注和了解 也知道他从大唐荣耀就很火了 只不过早会让他沉寂了一段时间 锦衣之下再次圈粉无数 这期间的坚持和困难 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演员这个角色任嘉伦已经非常成功 他的演技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他扮演的角色总是那么深入人心 演绎到极致 他也是一个歌手 所以音乐对他而言也是梦想 所以才会有专辑的出现 33岁这一年 迎来了我的第二张专辑33 每一岁的到来 对我而言都意味着成长和更广阔的天地 但也代表着更多的思考和抉择 好在无论何时何地 音乐永远是我最佳的情绪出口 那些从未公开的点点滴滴 都能通过音乐分享给大家 这是任嘉伦在微博中写下的话 也是为33打偷的话 真诚与勇气坚持与初心 希望有那么一两首歌 你们会喜欢 这张专辑即使他33岁的人生测写 也是他通往音乐之路的强势宣言 专辑融合了Trap EDMR B等多种音乐风格 展现了任嘉伦对音乐的精准掌控力 小编一直在看无愧的舞蹈视频 极具绿痛的编曲与金属感音色 展现了不射线 不盲从的态度 OK 我有恃无恐与众不同 听着这首歌曲身体忍不住跟着摆动 他的舞蹈也特别帅气 越听越喜欢 任嘉伦发文为33打靠歌手任上线 感谢方文山张一星 在任嘉伦发文中也提到了方文山和张一星 方文山老师为我写的词 张一星帮我做的曲 真心感谢他们 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首歌曲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